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弹劾Cam Paxton之后 也让他成为德州200年历史当中第三名被弹劾的官员 并且立即就让他停职 一直到州议会有表决的结果为止 60岁的Cam Paxton回应时 他谴责德州众议会的决定 内部报告并没有指责他行为不当州议会的行径 他说是丑陋的 而林调局在过去几年也一直在调查Cam Paxton 了解他的办公室是否有非法协助捐款的金主 此外呢 Paxton也在2015年因为涉嫌证券诈欺被起诉 但是审讯到目前都还没有开始 在德州众议会调查委员会共和党的成员 在提出弹劾动议时说 任何人都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由于德州的弹劾机制和联邦是不同的 Paxton在目前是需要暂时停职 在德州参议会如果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赞成 那么他就不是停职 而是正式的免职了 对于事态的进展 在川普自己的真相社交平台发文 则是要求释放Paxton 又说弹劾是非常不公平的 好 这个是第一个带给大家在美国方面的新闻 下边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重要美国方面的报道 我们先看到这是跟美国的债线的问题 今天已经是29号了 距离原来的6月1号 这是财政部长讲的6月1号的最终线 这个daylight后来总算又多给了4天 1到6月5号了 不管是1号还是5号 现在我们也是大概就一个手 一只手 5个手指头大概也用够了 也差不多就够用了 所以到底这个债线是不是能够解决 现在大伙都在关心 而距离美国政府第一次债务违约 仅剩数天时间 总统拜登和联邦众员议长麦卡锡就在昨天 两个人就提高举债上限的协议 达成最终版的协议 现在将要致力争取跨党派议员的支持 让这个协议在这个礼拜可以过关 在现在总统拜登说呢 提高美债上限的最终版跨党派协议 现在就要送交国会 敦促参众两院通过这项协议 他表示呢 认为这是向前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 民主党籍的拜登 以及共和党籍的麦卡锡 在日前进行了会谈 双方谈判代表赶着起草法案 好让国会议员检释妥协方案 由于协议所做的各项让步 不太可能赢得强硬右派和极左派议员的支持 拜登和麦卡锡正在极力的争取 中间派议员的力挺 期盼国会能够在潜在违约的 6月5号大线之前 针对这个协议进行表决 拜登敦促国会两党议员齐行协力 迅速通过法案 妥协方案包括削减支出 但是某些议员可能会在细节 就是看细刊内文后有所不满 拜登从德拉瓦州回到白宫后 告诉媒体 他相信法案会送到他的办公桌 麦卡锡和其他共和党级国会领袖 也在昨天盛赞这起协议 是历史性的一系列的胜利 那么拜登也指出 经过数个礼拜的紧张磋伤之后 他在这个是昨天他在下午三点就和麦卡锡对话 要确定的就是没有漏掉任何细节 那么下一步就是拟定立法的文案 麦卡锡也在确定31号会交由众议院进行表决之前 他得要做不少的工作 因为有可能会遭到共和党级议员的仔细审查 尤其是级右派的党员 很可能会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德州的新闻 在现在德州议会在日前通过了一个决议文 表达支持强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 与台湾在全球的角色 夜会也正式成立跨党派友台连线 德州参众议院在日前通过的这一个协议 那么最主要是支持台美签署双边贸易协议 也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印太经济架构 WHA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等国际组织 并且也支持德州在台湾设立贸易及投资办事处 同时还庆祝台湾关系法通过44周年 与此同时在德州的州议员 这是杰顿和薛曼号召下 25号是正式成立了这个会期跨党派友台连线 而这两人也出任连线的共同主席 好再接下来看今天是memorial day 也是国商日 事实上呢这是从上个礼拜 如果正式的话从礼拜六 有很多朋友从礼拜五就放假了 104天算是一个小的长周末了 计划要在这个长周末前往海滩的民众 他们的行程有可能会受影响 因为呢在气象单位就说 美国有多处海岸会出现危险的巨浪 所以呢在现在要到海边游玩的话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要事先的看一看这个气象是怎么样子说的 另外呢美国的汽车协会 AAA它也预计就在这四天的小长假 将会有3700多万人加车出油 比去年相比增加6% 而就在这个时候各州汽油价格则普遍下降 也比去年同期跌幅超过一块钱 预料全美家庭在这个周末出油 可以因此节省 全部来看16亿元的汽油成本了 好接着看总统拜登 就在昨天祝贺土耳其总统艾尔段 赢得了第二轮的总统决选 这场选举也堪称是土耳其当代史上 最重要的选举之一 拜登在推文中说 作为NATO的盟友 期盼继续就双边议题和共同的 全球挑战进行合作 特别强调北约 拜登的作用就是反映出 华府将在7月中旬 要在立陶湾首都维尔纽斯 召开北约高峰会期间 希望看到瑞典入会 也视为优先要务 芬兰在上个月已经加入北约 但是瑞典入会的案子 则遭到土耳其和匈牙利卡关 安卡拉则认为斯德格尔摩当局 包庇了被土耳其视为 恐怖组织的寂静团体 好新闻方面呢 我们在看到的呢 在现在呢就疫情期间 推行的一项叫做 自动让不符合投保资格的人士 加入Medicaid医疗补助计划的政策 在三月底结束之后 在全美国有多个州 从四月份开始就审查 向低收入受补助的民众的继续 他们续约的资格 并且会剔除不符资格的民众 到现在根据统计 有数十万人 因此失去了Medicaid 而其中许多人 就是由于各种程序上的问题 不少的州最近几个礼拜 陆续公布失去Medicaid具体人数 和失去参保资格的原因方面的资料 也让民众首次看到 某些最贫困和最弱势民众 所遭受到的打击 到目前为止 全美最少有19个州 开始剔除不符资格的民众 失去Medicaid的准确数字 还不得而知 联邦卫生部 也就是HHS 在此之前曾经预测 会有1500万人 因此失去Medicaid 好 再结束今天的美国新闻以前 再看到来自外电的消息 这是德国的媒体说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近日传出大规模的资料外泄 就连他们的执行长马斯克也受害 在德国的商报说 拿到一名特斯拉 吹哨着外泄的100个GIG的资料 包含了10万名前任和现任公司员工的 姓名和薪资 还有客户的联络方式 以及特斯拉生产细节 就连马斯克的社安号码 也都被外泄出来 在这个资料当中 不过在另外的媒体也认为 这一个报道是没有办法独立核实 被称为特斯拉资料夹的文件 好的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美国方面的报道 你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在美国新闻之后 焦点将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请和我继续的一同关系 朋友们在我们国际方面的新闻 我们第一个先看一下 这个是强人艾尔段 现在顺利连任了 在继续担任土耳其的总统 分析则认为 土耳其还是会继续延续 它近年的外交政策 包括继续扮演乌克兰 及俄罗斯之间的调停人 持续的卡瑞典入北约 但是两个国家有望 在7月前可以谈定协议 此外 土耳其还是需要欧盟的资金 双边还不至于脑僵 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 在昨天宣布 艾尔段在这场牵动地缘政治的 总统决选当中胜出 他会一路掌权到2028年 那么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 访问学者也在英国的媒体写道 如果艾尔段成功连任 俄罗斯总统普丁和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都有理由可以雀跃了 分析认为艾尔段已经由汉拒瑞典加入北约的姿态 也取得足够的政治资本来维系他的政权 那么连任到手 他对瑞典的立场就有可能会放软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在恭贺 和艾尔段胜选的推文中 围绕着北约方面的议题 分析则说 美国和土耳其除了对北约扩张立场不一致之外 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关系密切不为美国方面乐见 美国还是不卖土耳其心心念念的F16升级装备 以及艾尔段在选前持续操作反美情绪等等 都让土耳其和美国 或者是说艾尔段和美国总统拜登 双边短期之内难以回暖 接着看到这是来自马尼拉方面的报道 在南海的紧张情势持续升高之际 菲律宾海巡署则在今天宣布 6月1号到7号将会在马尼拉湾出海口 与美国海岸防卫队 还有日本海上保安厅首度举办三方海上演习 在菲律宾的海巡署说 这次演习将会在巴丹省马里威勒斯镇附近海域举行 菲律宾方面也会出动多功能的巡逻舰 而美国和日本方面也会分别派遣史崔顿号巡逻舰 和秋京州号大型巡逻船 菲律宾海巡署说 菲律宾美国日本三方海上演习 会透过通讯演习 机动演习 摄影演习 海上执法训练 搜救和交汇演习来强化联合行动力 接着看到这是在南韩方面 首尔的报道 韩国总统尹席瑞在今天展开了 与太平洋岛国领袖的第一次峰会 太平洋岛国地区已经成为激烈地缘政治竞争焦点 而首尔登局也正在寻求增加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 在太平洋岛国领袖造访首尔出席 这两天举行的韩国与太平洋岛国首次峰会 在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则强调 尹席瑞首次和10个太平洋岛国领袖双边会谈 凸显韩国愿意积极参与太平洋岛国相关事务 并且为他们发展做出贡献 也为巩固韩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关系创造企迹 接着我们就要看到 这是在现在韩国也与波兰签署了一个高达137亿美元的军火交易 希望借着这笔韩国方面历来最大的军售合约 奠定军工基础 继身全球军售大国的行列 随着西方国家急于军援 乌克兰以及北韩南海等热点现在紧张升级了 韩国的军售由2021年的72.5亿美元 要升到2022年超过170亿美金 韩国在去年和NATO重要成员波兰的军火交易 包括了数百套的多管火箭 K2战车 K9自走炮和FA-50的战机 这笔军售的价值和武器的数量 就算放在全球几个大国家的国防要角中间来看 也是相当的突出的 而韩国和波兰的官员则表示 两国的伙伴关系 有助他们夺下乌克兰战争以外的欧洲武器市场 下边我们再看到东京和首尔的报道 现在看到北韩的通知 北韩是告知日本 打算在5月31到6月11日之间发射卫星之后 日本防卫省在今天说 如果北韩非但侵犯日本领土 日本是一概予以摧毁 日本也正在为此预作准备 分析家说军事卫星将会增强北韩的监视能力 并且提高它在发生战争时打击目标的能力 在现在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官员说 北韩是通知了保安厅 在5月31到6月11日会发射 也证实了日本在媒体方面的相关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则说 北韩的任何发射 即使是卫星发射 都会影响到日本民众的安全 而南韩政府也获得了北韩通报 要发射卫星之后 召开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 为预防北韩以发射卫星为由 发射长城弹道飞弹 南韩外交部提出警告 如果北韩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而发射 北韩将会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好 我们在新闻方面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的消息 加拿大东部城市哈利法克斯 爆发野火 导致民众撤离以及断电 当局已经在昨天宣布进入紧急的状态 而当局说紧急状态会延续7天 除非提早取消或者反而还会延长 在加拿大西部亚伯达省这个月 才遭到规模空前的野火肆虐 导致成千上万的民众撤离 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朋友们借这一则新闻提醒大家 现在进入夏季了 而且雨水不足的情况之下 天干雾燥容易会产生这个是我们讲的火灾 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好 这是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新闻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再和您同关新来自两岸的重要报道 第一个看到中国国防部在今天表示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5月31到6月4日将会访问新加坡 并且应邀出席第二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李尚福到时是否会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会面一事目前并不明朗 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指出 李尚福的访问新加坡期间 还会和新加坡政府的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谈 外界关切65岁的李尚福是否会和奥斯汀会面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稍早前曾经分析 中国已经向美国表示 李尚福遭美国制裁 成为李尚福和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面的最新障碍 两个人要会晤的机会现在看起来是相当的低了 另外中国陆军也在昨天发布消息指出 共军在25号邀请美国 澳中 法国等43个国家 驻中国陆军五官或陆军事务国防五官 参访北京卫戍区某师基地 这是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 中共陆军首度邀请外国五官参访基地 主要是向各国五官展示新时代陆军部队官兵训练水平 战斗作风和精神风貌增进了中国陆军和各国陆军之间的了解 中共陆军副参谋长邹格寅在接待时说 中共陆军将始终秉持和践行和平发展理念 希望与各国五官一起努力 深化互信 驾起友谊桥梁 为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更多力量 再来看到中国国家文物局 在日前公布新版书画等八类作品限制出境的名单 其中就包括了张大千 于佑任 梁启超齐白石 严富 徐悲鸿 李淑同等41名 在公元1911年以后辞世的 中国近现代艺术家的书画作品 是一律不准出境 中国国家文物局说 为了加强文物的保护工作 还有防止近现代珍贵文物的流失 完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体系 根据文物保护法和实施条例 以及文物进出进审核管理办法 所以现在限制了这些出境名家的名单 这一个八类限制出境的作品当中 最受注意的就是书画类的作品 根据新版的名单 41名近中国近代现代艺术家的 所有作品是一律不准出境的 接着看到来自上海的报道 杭州亚运会将在9月23日登场 中国小商品之都义乌的厂商 现在手握大量周边商品订单了 加紧赶工出货 根据当地业者估算到目前为止 今年的订单数量比去年同期成长20%到30% 杭州亚运延期了一年 在今年9月23日正式登场 现在义乌负责生产篮球 足球 羽毛球等体育用品及周边商品的企业 近来询问度和订单量都往上增高 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了 新的订单至少都要等上三个月才能交货 这对于在义乌的厂商来讲 可是一个好消息 好 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和香港相关的了 现在看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成为北京中央对香港的重点要求之一 香港将会和中国大湾区城市实施公务员交流计划 互派公务员赞助对一方的机构 并且还会分派到具体岗位进行实质性工作 在现在受疫情影响暂停的香港和中国大陆公务员交流计划 今年下半年就会重新展开 另外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的一项论坛上 重申需要提防中国国家安全风险 并且强调要加强网络安全运作 包括通过立法清除定 定就是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 他说 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香港要建立更强的风险意识 随时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 打击任何破坏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宁的组织 抵抗境外势力的干预 另外 在今年是64的34周年 香港多个清政府社团6月3日到5日在铜锣湾 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 继维员连续四年是不会有64的烛光晚会 有前支联会议成员说 现在到年64是需要承受很大的风险的 最后看到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因为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 在9月份要开审 黎智英先前申请永久终止聆讯 但是香港高等法院 已经在今天颁布书面判词 驳回有关申请 好的 朋友们 带给大家 这是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中国新闻之后 下边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新闻主播将会继续为您播报 请和我一同关心台湾新闻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今天首先为您报道的是 行政面长陈建仁 今天在亚太兼任研究基金会 举办的2023国际论坛 以任性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为题 发表演说 陈建仁表示 以后全球供应链重新调整 由于特区的地缘政治情势 台湾人一直都知道居安思维 蔡英文总统上任后 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 强化经济跟产业任性 陈建仁表示 台湾必须强化国家安全 以维持区域安全的稳定 同时要在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改革 才能强化国家的韧性跟抵抗力 陈建仁说 台湾, for example as a country that is highly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must attend to strengthen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upholding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eace while also maintaining constant effort to reform and optimize conditions 美国日前提供台湾5亿美元的军援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今天表示 这是美国总统依据国防授权法案的 总统拨款权所提供的 是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另外一个途径 并非是军售延宕的补偿 孤立雄说 仔细看待国防授权法案的 它是特别加了一款针对台湾 它不需要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才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PDA 就是总统的提用权 这个没有任何需要紧急的状态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 给予台湾强化自我行为的 另外设置了一条途径 那这个我想也是符合台湾关系法的 至于内容为何 孤立雄表示不便透露 但是强调建构不对称的战力 是强化台湾韧性的重要基础 副总统赖清德昨天与学生座谈时 抛出了让核电厂停机机组 转为可紧急使用的情况 以备不时之需 经济部长王美花今天受访时指出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将研议安全的使用机制 并且和国会沟通 取得社会的共识 王美花说 那这个就会涉及到 这个核子反应器设施的一个管制法 那涉及核安主管机关 以及核能专家 怎么样来研议一个 这个安全的使用机制 那当然也需要跟国会来进行沟通 取得社会的共识 至于这是否代表非核家园的政策松动 王美花表示 这是目前的情况下所思考的 会针对法治面跟社会面进行沟通 针对民进党主席总统参选赖清德 与青年座谈时 谈到规划已停机的核能机组 未来会紧急使用的可能 遭在野党质疑非核家园政策转弯 赖清德办公室今天强调 赖清德的说法是针对被封锁的 极端国安风险的情境 民进党非核立场坚守未变 赖清德办公室发言人陈世凯说 赖副总统回答 是基于极端外部状态导致的国安风险情境 赖副总统从未提到 他也并不支持核一核二场的言议 我们要呼吁在野党以及有心人士 切勿断章取义 事实是这场座谈会 赖副总统速度表达 绿能发展及能源自主的重要性 至于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 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被问到此事的看法 他表示核能是他能源多元配比的一种 会将核安以及核废料处理好 而且让台湾不缺电 侯友宜说 我一定会把核安一定做好 核位料妥善地处理 核能就是我的选项 在多元配比里面的一种 我们会让多元能源的配比 能符合世界潮流 也能够让台湾不缺电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核能安全委员会组织法 将原本隶属于行政院下 原属二级单位的原能会 改制为三级独立机关核安会 明定行政院为确保核能辐射及放射性物料的安全 特设核安会 掌理核能辐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等九大事项 明定达列委 洪生汉在会后表示 这次修法有通过附带决议 确保核安会维持原额 行政院全力协助跨部会的沟通 核能安全是政府的重要工作 不会懈怠 洪生汉说 因为行政院二级机关的名额的限制 没有办法将核安会列为二级机关 避免让核安会未来在处理相关的安全管制问题的时候 会力不从心 所以民进党团也透过附带决议来要求 接下来在河南安全委员会的原额能够维持 未来行政院也会全力的来协助这些跨部会的工作 为了打击诈骗犯罪 行政院法制面组织面跟技术面着手 跨部会的联手防诈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在 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研讨会表示 防诈就像防疫需要全民一起努力 行政院打诈专责办公室将在31号接牌运作 行政署也会成立北中南打诈工作站 结合地方政府和部会能量 团结打诈 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陈建仁说 最近台大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们请了NVIDIA的这个创办人 黄先生去演讲 他礼拜六演讲 礼拜天就有这一个投资诈骗在网路上登出来 我们昨天就马上请他下架 这个很重要 要能够试诈 然后呢 马上发现 马上处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很有效的来控制 这个诈骗的任何可能无所不在 无孔不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交通部今年携手 劳动部和教育部 共同宣布推动 疫后扩大旅速服务的征裁计划 结合观光局4月开始实施的 补助旅速业稳定接待国际旅客服务量能 以及即将在6月中同步推出的 疫后改善缺工扩大就业 以及大专院校学生 从事旅速业暑期职场体验等方案 希望三管齐下 跨部会的疏解旅速业的人力荒 观光局长张锡聪说 所以我们这里头补助给旅速业的 必须是有急需的 比较严重短缺的防务及清洁人员 那么每人每月可以补助5000元 给旅速业者奖励金 那它的条件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分区 3万亿跟3万3的一个薪资水准 而且要持续工作6个月 那么最多可以补助一年 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今天指出 台湾太空科技发展将锁定四大目标 其中产值占比最大的太空地面设备 目标是2025年将达新台币3000亿元 国家太空中心副主任朱重慧说 那我们目标是在2025年 达到这个台湾地面设备相关产值 增加到800亿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已经很多了 但是我们会持续努力 跟基金部起合作再推动 5月31号为世界无焉日 董事基金会今天举行记者会 响应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年的主题 种粮食不种烟草 呼吁民众聚烟戒烟 阻止全球发生粮食危机 也呼吁减少对地球的伤害 董事基金会执行长姚思远说 全球种植烟草 每年我们这个世界要付出的代价 包括每年要使用350万公顷的土地 每年要砍发20万公顷的森林 我们会有6亿棵树木每年消失 每年为了种烟草 我们会耗费220亿吨的水 烟瓶的制造会产生 8400万吨的二氧化碳 同时为了这些烟草的能够健全发展 所适用的农药等等化学药品 它就会造成土壤的退化 另外烟龄52年的 卫福部前部长陈时中 也到场分享戒烟满周年的心得 鼓励戒烟民众想抽烟 就想着明天再抽吧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